魔头记忆在心情经历的事 能随主人心意会是过往 当你心愿后 半晌 小妖说不出一句话 没想到那些传闻都是真的 她居然是大魔头吃油的女儿 她不是高星王的亲生女儿 那她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 小妖一时间思绪分杂混乱 茫然没有任何动静 香柳滴滴唤道 小妖 小妖 小妖被香柳提醒 深吸了一口气 定定地问道 娘 她还活着吗 阿恒悠悠答道 她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看着你 在哪 小妖惊问 就在你身边 在你周围 她化作了这片桃林 你爹她一直在陪着我 等你来 小妖仰头看着漫天桃花纷飞 飞红的花瓣 飘飘洋洋坠落 泪如泉涌 小妖 娘真的没想到 此生还能见到你 还有你的心上人 如今 我可以放心地随你爹离去了 话音刚落 漫天流光升起 桃花花瓣向虚空之中散去 桃花灵慢慢也消失不见 娘 你要去哪 小妖失措地问 娘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四百年 娘累了随着桃林的消失 温度骤然变得正常 阿恒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亮亮呛呛奔向小妖 小妖发现 从前那么美丽的娘不复存在 眼前是一个面容干枯 形同枯稿 头上没有一根头发 老太龙中的丑陋妇人 娘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小妖心疼无比 心碎的哽咽 不过四百年的光景 对神族漫长的寿命来说 四百年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遭了如此浩劫 阿恒不至于成为如今这般模样 高新王心底叹道 香柳看见阿恒的容貌 内心也微微一颤 为之叹息 继而想到他和小妖的立场 心也乱了那么一瞬 小妖一头扑进阿恒怀中放声大哭 阿恒轻抚着小妖的头 小妖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你爱的人 这辈子 做到这两件事 足以 你很勇敢 大胆走下去 不要怕 娘和爹会一直看着你们 阿恒的气息越来越弱 身体渐渐有失转虚 小妖撕心裂肺地喊 娘 不要走 不一会儿 阿恒的身体变得透明 最后化为点点桃花 一点一点 消散在小妖的手心里 小妖悲伤无力 眼睁睁看着阿恒消失 泪珠一颗一颗从呆至茫然的眼中掉落 一切都烟消云散 没了炙热火烤的荒漠 没了漫天纷飞的桃花林 就好像这里从来没有存在过那片怪异的土地一样 半个时辰后 哭得双眼红肿声音嘶哑的小妖逐渐平静下来 高新王说道 走吧 向柳问小妖 能走吗 我抱你出去吧 小妖平静地点点头 回到岸边 小妖和香柳才发现 高新王的头发已经全白 这短短几个时辰 高新王好像经历了神族的一生 整个状态完全苍老下来 小妖感到有些揪心 香柳瞬间便感受到了小妖的难过 她拍了拍小妖的肩膀 旋即又轻轻地抚了抚她的头 高新王上船后 白白手示意他们不用跟上来 然后什么话都没说 静止消失在船舱里 香柳会议 于是弯下妖朝高新王消失的方向 深深鞠了一躬 香柳和小妖目送高新王的船只离开 直到船在水面上消失为一个黑点 继而消失不见 两人披着落日余晖 沿着岸边慢慢走着 小妖 我出来多日 军中搁置了许多事情等我去处理 我送你去枪穴呐 过几日再来看你 好吗 小妖竟默不语 低着头再愣愣出神 小妖 嗯 你方才说什么 像柳见小妖如此模样 心想 小妖刚刚失去爹娘 又知道高新王不是自己的生父 突遭双重变故 暗场里说确实难以接受 我还是把它带在身边吧 这么想着 香柳便脱口而出 小妖 你愿意随我回一趟神农军营地吗 小妖看着她 认真问 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要真算起来 你也算得上半个我们神农的人 香柳唇脚勾着淡淡的笑意 小妖眼珠子转了转 忽然明白了像柳的意思 那就出发 好 香柳是个公式私势了了分明的人 以前是防风被的时候 可以陪着小妖逛街逛一整天 可以在赌场里赌得天昏地暗日夜颠倒 可这回是奔着办事直接去的 便没有在路上多坐停留 一路带着小妖马不停蹄赶到了清水镇 计划在清水镇住一晚 第二天一早回山里 到达清水镇的时候天刚擦黑 小妖忽然想去之前 被自己帮助过的兔妖的包子铺看看 这时毛球从山里带来了几份文书 需要向柳过目 小妖见状笑了笑 香柳大人一回来就要忙咯 那你待这里先做你的事 我自己出去转转 放心吧 这可是我的老地盘 香柳微微点头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当年清水镇的小医师 闻小六连大荒唯一一个大魔头都降服了 这世上没人能比你更厉害 这是夸我吗 我的香柳大人 你说是就是 香柳眯着眼 似笑非笑地看着小妖 那就是咯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走了 小妖冲向柳挥挥手 三步两步蹦出了门 小妖记得 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出了门 沿着右边的路一直走 再往西北方向拐个弯 再穿过一条不算长的巷子 就能看到兔妖的包子铺 她凭着记忆辨认了一会儿 发现记忆似乎出了点小差错 所以跟随自己的感觉慢慢逛着 但小妖很快意识到 她的记忆不仅仅是出了点小差错 有很多经历过的事情 她印象十分模糊 甚至完全记不得了 怎么回事 小妖一路思考着昆仑静的事情 一路猛猛地走着 就在快要往西北方向拐弯时 一个高大的人影猝不及防地堵住她 生生挡住了她的去路 小妖被惊了一瞬 旋即下意识凝聚毒液在指尖 准备来一个先下守围墙 那人开了口 小妖 枪炫 小妖惊得往后一退 哥哥 你怎么在这 这要问你 枪炫面沉如水 小妖心中一紧 神色略过一丝慌乱 旋即堆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哥哥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你回武神山之后 就再没给我来过消息 萧萧被陛下派出去办事 苗普一问三不知 你又迟迟不回朝云峰 我很担心你 你不觉得 你应该给哥哥一个解释吗 枪炫淡淡说道 小妖再一次恍神 没被昆仑静带回之前的那个时空 事态好像不是这样发展的 到底丢失了哪些记忆 她烦闷地捶了捶自己的脑袋 她依稀记得 枪炫并没有到清水镇来找过她 她忽然又想到 那个时空里 她被高星王带去见娘的那段记忆 她完全没有 难怪入荒漠之前 她根本不知道会在荒漠里 遇到四百年未见的娘亲 难道 有些记忆被昆仑静抹去了 还是 时空不同了 有些事就注定会有变数 枪炫剑小妖愣神 以为自己的态度把小妖给吓到了 又暗自心疼 只得清清再次换了一声小妖 我问你话呢 小妖回过神 心想枪炫既然能找到这 必定是打探了一切的 那她这些天跟香柳在一起 她肯定是知道的 那么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了 小妖轻轻嗓子 努力挤出了一个还算真诚的笑容 哥哥 那边有个小酒馆 要不咱们去那边边坐边聊 枪炫道 好啊